今天的视频是好久没有出门吃饭系列 那么 哈喽大家好 我们要去吃一个精致的brunch 不是brunch了 现在已经凉点了 每次都是这种尴尬的时间 走吧 听这个声音 我都可以录到资料声 听这个声音 我还是不太敢拿着相机 拍拍拍 但是我可以偷偷地把它放在 在我的胸前 哈喽大家好 对着自己 好乐 我们要带你们去吃一家 非常精致的 好看的 非常好吃的店 非常好吃的 现在放暑假 如果有人想来上海玩的话 我觉得可以吃吃看这种挺有上海特色的店 对 像连锁饭店哪里都有嘛 对吧 去路做过的 正好路过走走走 上海居民的日常 今天你喝酸了吗 我现在又是续命的人儿 葱油拌面加大肠 麻烦拌面加大肠 大肠炒面 我想要葱油拌面 好嘞 那我们再点个别的吧 好好吃哦 好夸张哦 真的很好吃 就是那种夏天很开胃的那种味道 你觉得我的面来之前 我的北冰羊肉喝完 为什么 哪有 只是四个人 谢谢 这是麻酱 谢谢 恭喜 我觉得不知道问什么 这个拍起来感觉我们吃好多 吃吃饭量没有那么多 你信吗 看起来人家不得了 这个葱球上边好多葱 我觉得你要把不是很多打在公平上 OK 饭吧 先吃哦 先吃哦 你有听到吗 都不得我吃 你都不得我吃 哇 它已经拖了一点点了完蛋 其实这家店我和大姐已经来来回回来了好几次了 第一次不小心路过还是20年的时候 上海这种类型的本邦面馆有很多 但是这家面馆的亲切服务是我和大姐最喜欢的 我爱麻酱都是葱油 我永远都是麻酱 每一次来店里遇到的店员阿姨都特别热情 美妮吃个习惯吗 好吃 好吃 谢谢 但是鉴于我脸盲也不知道是不是每次都是同一个阿姨 最让我们两个心心念念的还是这家面馆的 我想了三个月的好东西 最让我们两个心心念念的还是这家面馆的大肠焦头 我最爱的最推荐的就是大肠加雪菜 大肠处理的非常干净 软糯又不是弹性 恰到好处的油润感 加上一点点大肠爱好者最喜欢的那种独有气味 肯定会有很多不吃大肠的大肠 腊肉长得很辣的样子 但它其实是偏甜口的 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 但就和大肠一样 喜欢的人就会很偏爱 在烟火气十足的本邦面馆里点一碗葱油拌面 再马上满满的焦头 太好吃了 我给你们看一个这个人的碗 一个大特性 好吃吗 真的能吃 可以了 你们看看我送给大家几个礼物 我还特地为了你放一张纸巾在里面 你拿了什么纸巾啊 你很炸 吃完正餐 我们就马不停蹄的来到了下一站 夏天当然还是要吃冰的啦 绿豆看起来很好吃 绿豆比较好吃 我看到了 我点的是只要有豆乳两个字出现 我必点的豆乳冰 大姐在绿豆和红豆里纠结了十几分钟 最后被绿马冰挖了墙角 不过绿马冰虽然撒的是抹茶粉 但是顶上顶的是绿豆糕 夹层里还藏了厚厚的红豆 这一波属实是我们血转了吧 想吃的都吃到了 我们俩都觉得比较惊喜的是两座牛奶冰顶上的咸芝士 好吃的吗 众所周知 外面的甜品只熬不甜 就一定好吃 豆乳冰的夹层里还藏了一层黄豆粉 甚至吃到底下还有隐藏的芋圆 不过这个芋圆太软了 实在是母有什么嚼劲 但是总体还是让人非常满意的 哦 是谁又在买面包 好吧 原来是我自己 收藏家里的面包店总是那么顺路 应该不是周围跟人恩格尔西数那么高吧 我就报了一个名 你怎么就已经买起来了 是你今天的晚饭还是明天的早饭 明天早饭 打包快乐 打包快乐 不是 我本来想跟你说 我想吃这个班来 明天包好久了 然后呢 太激动了 一起拍拍 晚上就是热量消耗菊啦 这个视频也没有什么内容 就是一个非常随心的流水渣的Vlog 希望你们看完可以共享到一点我最近的夏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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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还挺喜欢 就像我一样的